在数千年以前人类破坏他们原本居住的星球后 并开始四处找平更适与他们生存的星球 最终他们找到了一颗星球 那里不仅适合生存 还弥漫着一股很特殊的领悔 当他们发现这种灵气纳入体内后 能够让自己的身体机能迅速成长 于是大部分人使用竞速将此灵气纳入体内 好让自己能够迅速发展 但万年后大地却也因为失去了灵魂而渐渐枯竭 不知的后代们出手无策 而当初少部分没有使用竞速的人们 便利用特殊的处置 而希望将这样的灵魂回归给原本的大地 就在某天天上的小村发现了人体变异 并攻击附近女人的事故 当时其中最大的教会新约教会 他们很快利用这样的情况发明了很特殊的印记 这个印记能够将人体残存的灵魂纳入体内 并且不能够滥杀还正在存活的人们 为了找出这样的灾难的原因 教会使者贝拉最终决定孤生一人前往 好好勘察这样子的结果 指出我们为了故事所立定的风格是写词 那写词我们一开始其实是不从其这个风格的 那学校带给我们的软体也很有限 也仅仅只是入门 但为了呈现我们脑中的理想 而我们想要突破自己的极限 那我们也去买了很多课程去学习 然后日以继练的去研究这些技术的研究 那我学习了ZBrush 那ZBrush是一个雕刻软体 它可以让我们的模型有更好的呈现 我们模型有更好的呈现之后 我们可以将写实的角色捏得更栩栩无神 然后之后我们再上材质的部分 让我们的角色看起来也有些有肉的角色一把 那在学ZBrush的过程中我也有一些心得 这边有一个我的3D列印的角色 然后我们是用光固化的技术来呈现 那这是一个现在业界非常常用的制作模型的技术 那这个是我在外面得到的奖项 那也算是给ZBrush的学习有一个证明的机会 我们也使用了Blender的软体来呈现我们的动画 那它是一个免费的软体 那学习呢网路上有非常多的教学可以给我们的参考 我们在使用这个软体中也遇到了很多挑战 那我们的挑战也是一一的突破 然后最终呈现出我们的动画 我的工作是负责制作游戏 我使用的软体是昂热5 为什么会选这个软体 现在它是一个市面上能做出比较真实效果 然后又能刚好满足我们需求 使用的是比较他自己图特的蓝图 我们的游戏风格我们是要做车 但是很喜欢类型的游戏 主要我们也会做出开放世界 做一个大地图 玩家可以自己在世界中床 去破我们制作的一些班卡或是迷奇 还可以享受跟怪物跟打架的乐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像 而限制切作游戏 我们总有一位太多或是查看 就是两个数字的电视符 现在的拍摄 这么不吝点 现在没有男子的电视符 那么我们下公开 我们更为主要的�張 我一直是变成一圈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